大家好,我是霍霍 冬天吃红薯土豆,不如吃它 八毛钱一袋 一次煮好醇冰箱,营养又解馋 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吧 把它倒入大碗里 放入两勺面粉 一勺食用盐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山药豆表面的脏东西 给它清洗干净 山药豆虽然不是在土里生长的 但是风吹日菜的 难免表面有脏东西 面粉呢,有吸附性 它可以把山药豆清洗得非常干净 冬天我们多吃山药豆呢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止咳化痰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一定要多吃一些 抓拌均匀,浸泡20分钟 现在这个山药豆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搓洗一下 再用流动的清水多给它洗两遍 看一下 直到把这个山药豆的水 洗到清水为止 看一下这非常干净 蒸屉上铺上笼布 把山药肉平铺到里面 盖上盖子大火把水烧开 再蒸20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现在这个山药豆已经熟了 给它盛出来 直接把它倒入大碗里 趁热多给它放一些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山药豆上均匀地裹上白糖 这样儿时的美味小零食 糖霜山药豆就做好了 不需要单独炒糖 做法非常的简单 大人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咬一口香甜软糯 比吃烤红薯还过瘾呢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货货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